魔音樂 我們是ALL FOR ONE 很開心這次可以來到創作作 去拍一個微電影 我是ALL FOR ONE的主音 叫做李健龍ADAN 跟着我是鼓手Eric 我是隊長阿俊 我是吉他手子朗 我是德音其他首Jacky 對於我們這次寫的這首歌 大家作何感想呢 其實這次我們創作這個時間 比較緊迫 所以我們用了很短的時間 做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我們第一次 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我們談了看了他的故事 這首歌其實也算得上 是一首真的度身訂造 為這一個故事 而寫出來的一首歌曲 大家說這首歌 我們不免不休地去做 我們這次真的很用心去寫 這首歌最主要想表達的就是 我們往往很多 可能有情感方面 一些很難來難寫的東西 但終於有一天我們都會有 離別的那一天 是有很多遺憾 同時之間遺憾也包含著很多美好的回憶 所以我們想把這種 這麼漂亮的時刻去留下來 所以就寫了這個主題 寫了這個曲 寫一出光線 寫了柔軟地 為何又發現宇宙 若然沒有你 感受呼吸 血掌有毒氣 一起來啊 Oh sorry 我聽不到他在說話 各位觀眾 怎麼回事啊 我哥 他很忙 但是他現在來支持我啊 支持你 這次我是在創家作這個短片裏做哥哥的 其實主要出來就是 令觀眾誤會 這個歌好像很mean 好像不支持弟弟 但其實原來實質 你們看就知道了 那個故事的感覺是 弟弟要自殺 那就是不開心 我不知為何我看到這些 我其實就很up up 戲裏面阿哥用這個方式 紀念他 我覺得阿哥是太偉大了 即是我在現實生活上 不知道會 我覺得是很難會做到 為了弟弟一個夢想 而走去入獄 可以 即是太偉大了 但 在戲劇才可以 令我 敢走到這一步 戲劇就可以 滿足到 生活上很多自己 做不到的事 但他心又有這個心的事 這個歌 就好像我自己的阿哥 其實阿哥 永遠就是 其實很疼的弟弟 但永遠 弟弟又會誤會 哥 不給自己 不支持自己 我自己檢視到 我自己 當時是很像我弟弟 那樣 我入了行 做演藝士 真是像弟弟 整個都好像阿哥 好像都不關心自己 覺得我不會得了 但 原來其實阿哥 未必是這樣想的 其實阿哥 阿哥 都會賺錢 阿哥 不是走藝術那邊 阿哥 是一個 正常上班的人 有家庭的人 但弟弟就是追夢的人 所以是不同星球的人 某程度上 是愛大家的 我們發聲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辛苦 stretch